有保质警察查获了一家运动用品的专卖店 真来是真假名牌混着卖 还抓住了消费券最后一周的使用期间来送正品 当然这些正品也是仿冒的假名牌 有许多民众被骗了都还不知道 运动用品店挂羊头卖狗肉 打着爱迪达、Nike、Rebook等商标卖仿冒商品 知名时尚品牌LV领带、Cooch腰带、戒指都仿得几乎分不出真假 业者还抓住消费券最后使用的一个星期鼓励消费 合法运动用品店把名牌商品真假或混着一起卖 遇到试货的顾客卖正品 但大部分的消费者则当了冤大头 花大钱还买到假名牌 业者提供给警察最基本便是真假的三个条件 除了衣领的领标、内侧的侧标之外 应该还要有一个防伪标才是正牌 少了任何一个旧有仿冒的嫌疑